我们现在要去看我们这个房车营地的车位 因为我们真的太喜欢这个营地了 本来说住完这两天呢就回加州了 但是现在呢又临时出来六宿的车位 跟我们机动坏了 所以这下又不用回加州了 继续在这块待着 这块主管巡逻人员都认识我们了 他拍着那个高尔夫球车经常跟我们打招呼 他说你们又回来了 这个 哪个 C12 这还行哈 挺宽敞的 这还行哈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现在把这个简易的水池子装上 这个水池子在户外的时候不是必须 但是对于刷碗来讲还是很方便的 今天我们这个营地是没有下水的 所以我们需要把这个污水箱给安上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什么? 那个是什么? 这个是什么? 这些是什么? 这些是什么? 可能是有点多些 我应该对到这里 这个是什么? 什么呢? 就把刚刚那小房扒冷一下子 然后打开水 我们这个房车呢就有上水了 现在把这个水池子的水管子接上 这个水池子的水管还挺长的 就这样一插就行了 看到有个当初的开关 现在开始接盘水 把那些一大堆一大堆的大管子都拿出来 这也是一个三通 这个三通也是连接着水池子 然后连接着车 这根管子呢就是连接房车的了 这头一直连到房车上面 现在咱们连水池子 这个水池子底下也有一只这样的接口 然后连上就好了 你这一根不够长 你还得再接一根 两根才够长 这块有一个黑色的小阀门 这个阀门呢就是我们单配的 也是后来单配的 它的作用呢就是当你排房车这边的水的时候 你把这个阀门关上 按上 然后它这个水就不会回流到那边的水池子里边 反正说那你把这个枝子织到这块是因为你想把这个管给织起来 然后缓解这个水 要是压力太大了 会把它弄坏了是吗 缓解这个接头的压力 接头的压力 这一楼往下坠 好 这样架平了就好了是吧 现在把我们接电的所有家伙们掏起来了 一个长长的电线 看到了我们需要从里面这一个洞洞掏起来 这样我们这个接电的门就可以关上了 把我们这大煤气罐连接上这个灶台就宽石了 这个营地不知道让不让凉的衣服啊 不是啊 这有一个不让我们最后宣经意的 就是她的材料 这样的电线 就是一种昂不所乱的 就是这个软盖之黄的 就是这个软昂的 就好了 然后我们慢慢的 可以 了情供的 对 是啊 方便 我知道 你 叫我们 图片 现在要给它剁一页就是好 弄一堆小碎石头 行不行 行可以啊 好了 这就是我们房车停放容器之后的样子了 你们觉得怎么样 我们的小家还不错吧